那個各位同學老師大家好 我是電機碩一 然後我名字叫肖順人 那我前幾天就是在網路上看到蠻有趣的一個 video 那我想要就是 我想就是跟視覺有關的 那我想要就是介紹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首先就是 先來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好 這個怎麼用 好 好 謝謝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個影片 這咖啡是個暴露的 有寫的 有寫的 然後 不管選擇哪個角色看的話 好 然後我們會不會他身上一條更瞭的 感覺 好 我們再去看我們的音樂器爆弦 然後繼續去測試那個 看扯一下 我可以看到他在这一集超大比较 大概... 呃... 因為公平能發到一樣的大方 到了 然後再攻擊 然後其實要轉到後面去看他的節奏 就可以了 所以他會怎麼做出來 那其實可以發現他其實的 凹進去的遊戲 就是他臉部的凹進去 好然後影片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們 就是他其實是我們稱為一個叫 hello face illusion 就是一個叫做凹面錯覺的一個 現象 就是我們如果是 正常人的話其實我們看到 那個模型凹面的話 其實會把他當作是 眼睛就是頭腦會告訴我們說 其實那個是凸出來的 就是會...頭腦會做一個 就是補償的 這樣 那其實我在Wikipedia上就是有找一個他的definition 就是一個工學上的錯覺這樣 那... 呃...就是我們 我們這邊有講的就是他這個concave的mask 就是我們一個凹的 就是我們一個凹的 就是剛剛看到那個暴龍T-reps的凹的那個面 我們其實 就是在遠距離 其實我有試過大概距離遠一點 然後... 搭配手機看會更像 就是我其實有時做一個模型 然後等一下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他其實是有應用在... 呃...就是算是心理學上面 就是有科學家去測試說... 就是如果是有精神病或是... 呃...精神分裂症 這方面的疾病化的患者 其實他們... 就是他們的那個... 眼睛看到的現象 跟腦部做連結那個轉換的那個... connection 是比較弱的 所以他們其實... 會看不到這個錯覺 就是...看不到這個... hollow face illusion 那...如果像我們正常人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會看到... 那個...把它... 一定會看到這個錯覺 那當然不是說百分之百 可是就是他們有大概做一樣 就是...大概這個... 就是... 這個實驗這樣 所以說如果有... 呃...酗酒啊 或是... 嗑藥的 所以就可能看不到這個錯覺這樣 因為他那時候的時候 精神的... 狀況比較不好 然後... 就是跟... 腦部的連結會比較弱一點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就是他的temporary 就是他的紙啊 其實我有... 我有做給大家看 因為怕他... 就是... 看不快到 然後... 就是... 我有做兩個 那就... 一邊朝尼哥下去看 然後看完再朝外 就是其實這個近看的話 其實... 喔...沒有看嗎 就是其實他近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根本不立體 但是... 如果你自己有... 有機會的話 回去自己... 去印一張... 我去印過的 就是水木那邊印一張 彩色的才五塊錢 那你可以試著去... 上網找那個template 就其實他蠻多template 有很多不同種的... 就是... 動物啊 或是其他... 奇異怪怪的 然後如果你去... 把它印下來 然後自己剪看看 然後把它放在桌上 然後用... 就是... 然後... 就是... 會發現他其實... 就是跟... 剛剛看的影片的視覺 是... 一樣的效果 然後再搭配上 我試... 就是測試過 搭配上你... 如果你真的看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 用你的手機 然後... 就是... 開那個照相的鏡頭 然後就是... 跟影片這樣 就是跟影片的動作一樣 就是... 繞著他看的話 其實... 蠻明顯的就是... 會有... 看到這個... HOLLOW FACE... 這樣... 好... 然後... 就是... 大概就這樣 然後... 就是... 附上... 這個... 有... 如果有人想要的話 其實是上網找... 就是...找... T-Rex 然後打... 3D T-Rex 然後... Illusion Template 應該就會有 然後其實網路上還有其他... 相當有趣的影片 就是... 也是一樣... 大概是這種... Illusion錯覺的影片 其實... 就... 上網找那個YouTube 其實基本上都有 就是... 還蠻... 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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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1000塊應該做得出來啦 不過要試試看 對... 那為什麼... 你會覺得說手機裡面比較明顯 痾... 因為其實... 就是...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跟距離有關啦 因為太近的話其實... 因為...而且... 就是太近的話我們... 有些時候就是... 那個... 連合地方會... 就是比較... 痾... 就是會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那個連合就是接著部分 所以你會... 就是... 你會... 而且你有看到那個... 他的整個... 構造 所以會覺得... 就是我會先內化 就是在我頭上... 就覺得... 欸... 那應該就是凹的啊... 不可能是凸的 所以... 可是當我放遠或... 就是把它放遠... 然後... 焦距拉長之後... 你會覺得... 就是看到它整個... 對... 就是整個... 那你覺得如果一隻眼睛看 會不會比兩隻眼睛看 痾... 因為... 立體視覺是... 其實要兩隻眼睛看的 會有一個角度差 就跟3D立體眼睛 我覺得應該原理是... 因為像是一個... 就是... 一隻眼睛看的話 其實很難分辨出一個... 就是... 就是... 物體的距離 還有它的立體感這樣 所以其實... 一隻眼睛就是... 它的立體感會... 其實基本上是喪失的啦 就是... 要兩隻眼睛才有辦法 那大家試看看... 差不多一隻眼睛... 兩隻眼睛有沒有差別 對對對 好... 好... 謝謝... 謝謝...